TVB全新音乐节目《勁歌金榜》 每集都会由节目主持许文轻负责报榜 除此之外 他还会邀请各个界别的音乐人 谈谈不同的音乐话题 这日他就邀请了杨千华来担任嘉宾 千华都觉得有别于以往的访问 这次是谈得很深入的音乐专访 很开心见到一些认识的朋友 做访问就会见谈一点 谈过一些东西 因为他又很明白 又不介意有些东西 可能访问应该是这样的 有个信任才可以 否则就会很奇怪 一问一答 有时就会 全销 哇不是不买啊 今天有点不同 因为今天我们《勁歌金榜》的访问 音乐性会比较重 很有趣 改了形式 可能千华最近派的新歌 还有他最近啟动到世界循玫演唱会 主力多讲一些音乐 可能过往就有时会讲一些生活比较多 偶尔牵扯一下你的小朋友 不是牵扯 我没有牵扯 这样也牵扯不到的 我能不能牵扯 我通常就会牵扯他 我牵扯他生活 你会问回头 当然有 在做访问之前他很想 但我已经制止着他 我说今天这个是《勁歌金榜》的访问 你就是不需要问回我的生活 我不想连累你工作上有什么挫折 所以我不搞你 我不搞你 我不搞你 谢谢 讲起音乐话题 Edmond都说必定会讲到 千华早前在广州啟动的 世界循玫演唱会 千华都说这次循玫有很多感受 做演唱会是很开心的 很多趣事 但也有很多辛酸的 但所有东西都是漂亮的 就是出来的那个人生 刚才是金句 是的 还听完那些金句 其实跟千华做访问有很多金句 每次都有一些 其实有时我自己都会 因为之前有很多时候我自己剪回片 会重听重听 其实有些东西都会学到的 刚才那句当时是做演唱会 我不知道我自己原来是这样的 是类版金句王 是的 因为刚才听完那句不单是音乐 其实人生也是这样的 是啊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 就是我们的演出基础 那你一定要有一些看法 或者一些感受 你才能做到 要促成这次访问都绝非意识 Edmond背后是花了很多耐性 和心思才能做得到 全因为千华为了循玫演唱会 都不是随便受访的 就是说很难约 因为现在她开始了 世界循玫演唱会 很多时候都不会在香港的时候 我要夹旗 其实我都问了你们很久了 但是你们两个 我上次病了 你知道现在流感又厉害 而且我都不打扰你 我没搞到你 我都被塞 我出去也管你这么多 你这么大责任 而且你开演唱会 一定要养好自己的身子 是的 我很害怕的上次开演唱会 不过是 开演唱会 因为你继续巡回 需要继续 要继续 要继续 小心点 所以命死不出来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用生命跟你做访问 我知道 我感激你 感激你 你咱赶紧 要再乱 你去估讯